把這個裁掉 就拍成這樣 這樣就看不出你的圖片有什麼後向的 你就不用 跑半天回去修圖 還把這個模樣啊 什麼的 不用那麼麻煩啊 尤其 避開它 因為我們攝影 我們攝影是一門剪髮的藝術啊 主要 除非你拍那種形式現場 CXI那種範圍現場 不然你都自己把它拍的美為主啊 去重現你想像中美好的那一面 那你只要把破綻啊 避開 換一個角度取景 這樣 你就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啊 有沒有 這個 然後室內 室內你要怎麼用自然光拍 當然最簡單啊 最簡單 你就找窗戶旁邊拍 找窗戶旁邊拍 然後 就找一個落地窗啦 然後 從您注意啊 我這邊我會讓人的眼向裡面 為什麼要向裡面 沒有 看到嗎 塗 避光啊 對啊 這樣也算避光啦 好 我願受你的 我沒有看到有歸路沒有 避光 然後 第二個重點啊 第二個重點 因為這個光會寫瘦,這個叫寫瘦光,會讓人看起來比較瘦 那什麼叫寫瘦光? 什麼叫寫瘦光? 因為這個以前是要靠閃的去打 你如果會找自然光的角度,那也是 等一下,我都沒電了 這個寫瘦光啊,通常 你會看到,通常 面對你鏡頭的這邊眼比較暗 你鏡頭的這邊眼比較亮 這個啊,會讓人呈現有錯覺 就會讓你覺得這個人的眼比較瘦 這個叫寫瘦光 那如果,如果這個眼比較亮 這個這邊眼比較暗 這拍看起來就會人,人就會變比較胖 所以密光拍啊,天香就會把人拍比較瘦啊 有沒有 這個就是淺瘦光 而且,你如果眼朝外面啊 會有一整片都是過酷的啊 所以通常我會習慣這樣看裡面 這個也需要有沒有 看裡面光線會比較均勻 光線比較均勻 也比較好拍 也比較好拍 然後,萬一不信 你拍攝的地方沒有太陽 那怎麼辦 萬一不信你拍的地方沒有太陽光 然後,讓你不注意 有沒有,好像都要快被咬完了 好,現在就算了 有沒有,你要怎麼辦 你就搞現場光了,有沒有 這種燈泡 你只要靠近這種燈泡啊 既然就會有苦光的效果 有沒有,拍的就像這樣啊 這個 這個 如果你沒有帶一些閃燈啊什麼的 就是要動毛巾去輔助他 這個 好,來 我們這一段啊 講到這邊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繼續講